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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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小時候會看很多動漫的作品 那有一部作品叫鋼彈 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 其中有一個情節設定很特殊 關於殖民地跟原生國家之間的關係 小時候看這些東西 還有很多一些英雄的作品 所以我就會開始想說 我們現在的世界有很多的 戰爭的狀態 隨著科技的進步 還有人類文明的進化 並沒有改變戰爭的消失 我在展場當中 設置了一個木座的影像的裝置設計 這個設計是一個懺悔式 就是讓人們可以進入到這個懺悔式當中 跟神父告解 但是比較有趣的是 這一次的關係的立場是反轉的 就是觀眾是扮演神父的角色 影像當中的人是來跟你告解的 這些告解的青少年 他們是詢問你 為什麼我們會有戰爭 那關於這個議題就是延伸到各個 其他的創作的脈絡 走在迷宮裡的孩子主要是我設想當戰爭發生的時候 不同資產階級的人他們的逃亡方式其實會有很大的不同 在戰場上的士兵他們有不同的邏輯 以及一般的平民跟有資產階級的人的狀態 當中影射了26個虛擬的人物 這26個人都是由不同的英文字母所構成的 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一個創作的系列叫 《愈合重建的記憶》 就是訪問了八個不同國家的人 然後這些青少年他們講述他們過去小時候發生的故事 那其實這些小時候的這個傷害其實一直到現在都不斷的重新的一直輪迴著 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他是來自於庫德族的一個青少年 他講述他在難民營的這個生活的經驗就是在良意戰爭的時候 這個故事對我而言 我小時候在看這個新聞的時候 那個記憶是非常深刻的 可是今天有一個活生生歷經這個事件的人 他站在我眼前告訴我這個事件的時候 那個衝擊是非常劇烈的 我會特別提出這個是因為我覺得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 其實所有的事件一直在輪迴 我覺得好像沒有那個時間走的感覺 我們好像一直始終停留在同一個點 影像藝術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魅力 是因為它具有傳播性沒有時間的問題 就是它可以同時拓展然後在不同的地點發生 那其實現在的人人手都有一個手機 然後也有很多相機的配備 所以其實影像藝術我覺得在未來它即將會更加的普及 可是相對的它也提升了更多觀看的難度跟美學的問題產生 對我而言影像藝術家不應該局限在過去 對我個人而言我會覺得它有更多的可能性 包括我們可能跟虛擬實境做結合 還有就是跨國異地的方式 所以影像藝術它在國際上的 我覺得會有很多更新的趨勢產生 那其實台灣的技術是非常進步的 我們在這個部分是我們台灣藝術家可以努力的方向 我們看得看得到的 還有一些地方 有機會 我們可以看到 isso 甚至有人想會想 proof